各位評審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們是糖心蛋的製成之解碼 今天我們要為您解釋我們的研究架構 糖心蛋是一種市面上常見的即時蛋品 不管是在街頭巷尾的小妻 或者是婆婆媽媽們常去的好事多 他們都開始販賣著這一種 蛋白熟 蛋黃不熟 經過冷藏真空包裝處理的糖心蛋 夏天吃冰冰涼涼的 但是冬天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接手 上面寫著不宜微波加熱 因為高溫會導致蛋黃完全凝固 所以我們希望設計出一個 簡易節能的製作方法 使消費大眾能利用家中簡單的設備 自製出便宜 新鮮且溫熱的糖心蛋 首先 我們分別以100度C的肺水 電鍋 恒溫水槽 門燒鍋等加熱方法 試著處理出糖心蛋 有結果顯示 用單一種加熱方法 並不適合製作出蛋白完全凝固 蛋黃成均勻膏狀的糖心蛋 也了解出這些加熱處理方法 它的優點與缺點 加熱過程與溫度變化的測試 在我們進行這些方法的時候 我們加入了熱電偶進行測試 探討出它的溫度變化及其關聯性 研究二 凝固條件之探討 蛋白與蛋黃的凝固溫度之測定 因為我們在實驗中 有放入熱電偶進行溫度的測定 讓我們知道蛋白與蛋黃它的凝固溫度 確定了蛋白與蛋黃實際的凝固溫度以及其範圍 水煮時間對凝固之影響 若溫度設定的較高或加熱時間較長 蛋黃則會過熟 若溫度設定的較低或加熱時間較短 則蛋白連熟都無法熟透 因此常見的加熱處理方法 並不適合製作出蛋白完全凝固 而蛋黃呈現均勻高狀的溫心蛋 這就是我們要提出的第五樣了 提出凝固假說與兩段式製程 因為單一的加熱方法 並不適合製作出蛋白完全凝固 而蛋黃呈現均勻高狀的溫心蛋 研究三 改良製程之驗證 單顆溫心蛋之兩段式製程 最後我們經由我們的實驗 常溫的生機蛋放入100度C的水中 加熱5分鐘將蛋白煮熟 常溫冷卻置入保溫瓶中 以85度C的熱水浸泡20分鐘 就成了我們單顆溫心蛋的兩段式製程了 多顆溫心蛋 則放入恆溫水槽中 進行兩段式的加熱 就可以製作出一樣的溫心蛋 商品化 溫心蛋 則是將多顆溫心蛋放入恆溫水槽中 這就成了大量可以製作的方法了 你要做的話 但是我把它做到 就能做到 你可能做了 我先做到